有一句话说得好,能控住自己的脾气才算本事,但在现实生活中,能控住你自己脾气的人很少,即使一些脾气非常好的人,在被触碰到底线之后也会大发雷霆,和普通人一样,明星也有发飙的时候,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们, 薛之谦喜欢薛之谦的粉丝都知道,他是一个非常搞笑幽默的人,在娱乐圈中人员也不错,不过这样一个幽默的人也在节目中发过标,在选秀节目《明日之子》中,薛之谦就大吼摔,话筒怒是节目组,原因是节目组要求薛之谦投票,给一位虚拟人物以免输得太难看,没想到薛之谦投票之后,虚拟人物晋级,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导致, 由选手离开舞台,知道真相的薛之谦很愤怒大吼耍我了,而台下也喊着黑幕,事后薛之谦也说明,网友们也对这样认真公平,负责的薛之谦表示力挺,郑爽,一直以来郑爽,在广大观众心中,都是非常清纯漂亮的形象, 而且他非常的淑女,脾气也非常好,不过这样的郑爽也大发雷霆过,在综艺节目《这就是铁甲》中,因为郑爽看见自己的队员受不公正裁判, 所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却被全场无视,之后郑爽就发表了,怒吼裁判裁判,为什么这么做,然后质问全场, 这样状态下的郑爽,让全场一联盟,一件事节目十分的尴尬,好在最后萨贝宁和其他嘉宾劝说打圆场,郑爽才冷静下来,看到这样坚持公平公正的郑爽, 一时间很多网友都力挺他,何炯何炯这么多年来,在广大观众心中是一个比较温文尔雅的人,无论是主持说话做事,都让人感觉特别舒服,不过好脾气的何老师也有发飙的时候, 在一次综艺节目里,何炯作为导师和选手沟通,不料有两位因为不服气吵了起来,完全不顾何老师和周围人的感受, 甚至在中途,有一个选手把外套托在地上,狠狠一脚踢到旁边,一副要动手的样子,整个节目现场充满了火药,何老师制止无效后直接发飙, 吼到这些选手太让人失望了,这次发飙貌似是何炯主持节目以来第一次发飙,真的希望以后这些选手能提高自己的素质, 苏建信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,这首歌的主唱就是信乐团的信,听信的歌声就知道, 他是一个脾气不是特别好的人,不过在平时的节目中,信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, 不过平时不发脾气,但他再一次节目中也大发雷霆,原因是他和贾乃亮一同去国外录制节目, 却在国外遭遇国家启事,店家看他们是中国人就对他们冷嘲热讽,此时的信出于爆发边缘, 没想到去了另外一家店还是这样,所以信就发飙了, 众多网友看到节目之后,纷纷对信竖起了大拇指。